带您看到是总是爱高调炫富的Paris Hilton了 他是一名美国的名媛 而这一次他又有新的话题 他在最新的纪录片当中 扬言要向世人公开真面目 甚至还自曝了小时候被送到寄宿学校 却悲惨受虐让他的身心受闯 欢迎回来 持续带您看到是宜兰五节有一个社区了 总共有26栋的透天措 但是当中有7间是民宿来经营 只是游客来玩晚上就喜欢唱歌或是烤肉 也让附近的邻居苦不堪言 被骚扰的还有这个了 西门町一家知名的女仆店 日前频频有男子登门骚扰 不但伸手对女仆大喊要驱魔 甚至还曾经把店里面的东西乱踢或是乱丢 而原来这名男子只是因为爱慕 店里面的一名红牌小姐 但太可恶了 新北市一间食品贸易公司负责人 看准了口罩的商机 竟然向口罩国家对台湾优质 买入少量的口罩 并取得了纸盒的包装 然后竟然是自己买了机组 制造口罩 假冒优质之名 自行找通路贩售 从17号开始 国产医用口罩都要有 Made in Taiwan以及MD的双钢印 这如果说没有双钢印的口罩 还能够再卖三个月 到了12月17号 还没有卖完的话 那么就必须回收 或是送回卫生局验章 但是呢 业者纷纷表示 收回在国际认证上 很可能会被误以为是品质有瑕疵 会伤害品牌的商与 台海的情势不断的升温 中共的海洋调查船 这两天又出现在花莲的外海 这是在搜集资讯吗 对此呢 国防部表示 一切都会严密的来监控 不过最近的共机 确实是趁着演习 频频扰台 我们待您看到是 9月9号以及9月10号 这两天 共军的兵力规模地点 都非常具有针对性 而根据了解呢 共军实际上是 派出了30多架的一个军机 其中呢 这个机型包含了 苏凯30 尖10 以及运8等战机 而且呢 最近台湾的一个距离 只有90海里 90海里 大约是166公里了 派出这么多的一个机型 有退役的专家就表示了 共军呢 是要来派战机 来护送侦察机 因为呢 侦察机飞行需要好几个小时 由于战斗机 不能够停留 这么长的一个时间 因此呢 必须要轮流飞行 而军事的专家 他们也表示了 不排除共军 是在实施 联合突破 巴士海峡的作战演习 而且呢 这一次 同时动员了 东部战区 以及南部战区 跨兵种的一个 联合作战演习 不过我们就看到中国动作频频 现在美国又来参与角了 美国的军机也将会用相同的路线 逼近中国广东的一个领海了 我们看到中国以及美国处处针锋相对 我们看到下面 其实呢 2020东协外长会议 9号在越南的河内就已经正式的开幕了 各国的外长也透过视讯来与会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是美国的庞贝奥了 在会议上呢 就呼吁东协的国家要一起联手来对抗中国 还说不要让中共凌驾在我们的之上面 不过呢 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 他也立刻的回击 表示美国不断在南中国海域炫耀自己的武力 以及强化军事部署 也成为了破坏南中国海和平稳定的最危险因素了 不过他也很好奇 到底为什么美国这么在意南海呢 外传是因为这个因素 好 这是什么因素呢 外传美国看上了菲律宾一座叫做雅米岛的小岛了 好 这个岛在哪里呢 其实就位于台湾以及菲律宾的中间了 其实这个岛真的好小 并没有办法盖机场 但是可以干嘛呢 可以来部署飞弹 不过大家也很好奇 美国还有什么样的一个招数呢 为什么这么的重视雅米岛呢 好 我们就带您看到这个雅米岛 其实距离台湾的蓝宇呢 也是非常的接近 不到一百公里 而这个岛呢 实际上呢 可以在这个巴士海峡的一个关键位置 那事实上呢 可以这个遏制巴士海峡的一个咽喉 如果说美国真的可以在这边部署飞弹的话 那么绝对的呢 对中国来说会是一大威胁 那我们继续带您看到是美国总统川普了 我们就发现美国真的是好多招数 好多的算计 那最近华府的一个资深记者就在新书当中爆料了 美国总统川普受访时表示啊 现在美国还有一套无人知晓的一个武器系统 好 到底是什么样的系统呢 其实大家都很好奇哦 他这个川普就说啊 就连中国以及俄罗斯的领导人都不晓得美国有这一款 大家也很好奇是什么呢 很可能是核武吗 这武器专家就表示了 他们也不晓得川普到底在讲什么 不过大概有几个可能了 第一个就是这个W-762 这是什么呢 这个是一个低当量核弹头 那事实上美国今年元月份首度的把这个部署在核潜舰上面 第二个很可能是指刚在研发的全新核弹头W-93 而美国不断的研发核武 既然让中国非常的不高兴 认为说现在美国呢 都不让全世界各个国家来研发核武 但是自己却不断的把重点重心心力放在研发核武上面 因此美国人欠全球人民一个道歉 好 我们带您看到是共军歼10以及苏凯30了 这两款战机 携带的武器不仅可以对空对海 还能够摧毁雷达以及空军的预警机 美国大选11月3号举行不过呢 以目前的投票情况来看 其实川普应该是有一点伤脑筋了 因为民主党遥遥领先 要求邮寄选票的民主党人数呢 其实是远远多于共和党的 尤其呢是在关键摇摆州了 好 这几个州呢 其实战况非常的一个激烈 在摇摆州的一个状况 现在民主党似乎是战上风的 而另外呢我们带您看到 这位美国现在呢 竞争选举非常的激烈 而美国的微软公司也发布了一个调查报告 警告今年2020美国总统大选 现在已经受到来自于中国 俄罗斯以及伊朗 这三个国家的骇客攻击威胁 企图要窃取勤资 甚至呢很可能想要影响选举的一个结果 而且不管是川普还是拜登的阵营 现在呢都被骇客给锁定 那我们就发现了 其实目前现在呢 在这个川普的一个部分了 是以这个俄罗斯 中国以及伊朗的骇客呢 是比较锁定川普的 那其实我们再带您来看看 是在拜登的一个部分了 其实呢俄罗斯以及中国的骇客呢 比较锁定在拜登 是少了伊朗的一个骇客攻击 那事实上我们就发现了 这几个骇客团体当中呢 又以这个俄国的一个团体 最多是高达了200多个 大家也很好奇的就是 这批人会不会就是在 之前锁定希拉蕊 现在呢要开始锁定拜登了呢 不管怎么样 我们来带您看到 其实在俄罗斯的一个部分呢 有这么多 最多的一个骇客团体 也是来自于俄罗斯 不过中国的力量也是不容小觑 但是呢值得一提的就是 中国的骇客不只是锁定川普哦 甚至呢其实也锁定到了拜登 最后我们带您看到是伊朗了 伊朗呢现在试图骇入一些白宫的 一些政府官员的一个这个账户里面 甚至就连川普他个人的账户 现在也有骇客入侵了 而这个资讯呢也显示着 似乎呢现在骇客呢 都想要来干预美国的总统大选 不过有一名吹哨者就表示了 其实呢要川普现在淡化来自于俄罗斯的一个威胁 甚至呢要淡化白人极端主义的威胁 他是建议川普应该是要全力紧盯中国大陆 那确实啊美国总统川普 现在是处处都针对大陆 我们带您看到是川普啊 之前为TikTok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 剩下了9月20号 是退出美国市场的一个最后期限 并且也强调他不会延长这个期限 只有两条路了要么就是关 要不然就是把公司给出售 在美国被封杀也让母公司字节跳动 现在打算要把重型改为在新加坡了 好事实上呢这个母公司呢 就计划在未来三年之内 在新加坡投资数十亿的美金 甚至很可能呢还要来设立一个数据中心 好除了这个TikTok之外呢 另外呢其实美国针对华为的一个新禁令 即将在9月15号正式的展开了 到时候不管是台积电还是联发科 这些所有的半导体厂商都必须要停止出货给华为 而现在也传出了华为旗下的海思 这件大手笔的包机来台湾抢金原片 就是希望能够拉高库存量 而华为也表示如果说美国之后还继续的封杀 让所有中国的公司都不能够用Google 那么也没关系啊 鸿蒙系统将可以内建在所有中国的手机上面 到时候呢搞不好可以建立一个替代Google的一个生态了 不过呢中国现在被美国制裁 于是也去制裁别人了吗 之前呢有访台的一个捷克企业 现在被禁止进口商品去中国 对此呢这些捷克的一个厂商也表示了 其实也没有想要跟中国来做生意 只是没有想到中国真的会报复 真的是相当的幼稚 让人觉得好惊讶 另外呢我们带您看到是他了 他是谁呢 他是这一次也跟随捷克参议院院长一同访台的一名捷克议员了 其实呢他在访台期间呢 曾经在饭店房间的门口 张贴了习近平的一个照片 上面呢更写着坏鬼在这个房间不受欢迎 而这个动作也引发了热议 而就在今天这个议员再次的铺文 表示自己已经被中国给禁足了 不过他也表示了 而他如果说被中国禁足的话 也就显示一中根本就不存在 民众侵害国家安全的共谍案抓不胜之后 不过最近五年的共谍案判决 总共呢222件 却只有19件被判刑半年以上 高达9成都被轻判 共谍为了获取重要的机密 无所不用其极 不管是吸收台商或是退役的军人 利用女色以及金钱来当作二 借机掌握把柄威胁利用 最后一批直本市台包镇 即将在今年9月份20号到期失效了 所有持本市台包镇的国人 都必须要来换领电子卡式的台包镇 或申办一次有效台包镇 才能够来往中国大陆 另外要带您来看到 是日本冲城附近的竹腹岛了 8号出现一个疑似无人机的物体 飘底海边 而台湾的中科院证实 这架无人机是日前为了配合演讯使用的 无人把机当时落海之后 因为海上不佳 漂流到日本的海域 最后来带您看到是 中共党媒人民日报日前拒绝刊登 美国驻中国大使抹黑头书 再度引发了两国之间的外交论战 而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微博 呼吁中共当局要尊重西方 与中国人民对话的权利 但是这一篇下午4点半刊出的文章 目前又再次被删除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九点正及时 先提供给您 陈笑带您看到是台北市一名 在士林夜市租摊做生意的陈小姐 她指控她的房东了 怎么把30平的国有地 隔城期间的店面来分租呢 而且每个月的租金 再加上旁边的摊位 一年可以入账500万元 外人好爱吃寿司 与藏寿司去年的销售盘数 台湾一年吃掉了4645万盘 而最近在新贵的股价也连番上涨 黑金龙世界金牌三连霸 限量推出金箔酒再升级 首创3.6公升盘龙酒瓶 9999金酿醇化 国宝级老师傅手工制品 金酿价值龙药升级 占9黑金龙金箔酒 台湾竟然有企业 涉嫌资助中东的恐怖组织 好久不见的连胜文 最近是炮打昔日对手柯文哲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